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关企业能节约一半以上的成本 为尽早把产品投向市场 研发团队就像一台上足发条的机器高速运转 创业是近一段时间 湖北各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热议的一个话题 而这股创业的热潮和干劲 源于2014年湖北省在全国率先推出的 十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措施 按照这项政策 应用型科技成果不再作为国有资产进行管理 并取消成果转化中的所有行政审批程序 更为重要的是 研发团队享有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和处置权 并可以获得70%到99%的转化收益 这意味着很多高校的研发成果 不再只是学校的一纸专利证书 而真正成为研发者个人的真金白银 直接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刺激是有的 对吧 也毕竟我一年在学校 我的收入是固定的是有限的 通过我自己的这种创新 把这个成果转化 一下子好像得到了很大的一种回馈 目前一家公司已经出价1500万 购买这项产品技术 而这笔即将到位的技术转让费 将大部分由参与研发的八名老师分享 就对我们项目而言 它成果转化的收益的百分之 至少是70% 那我们学校规定90% 都可以归谈的所有 这一项大家觉得脑有所谷 技术转让费 绝大部分归产品研发者所有 以往这在高校中是不敢想象的 作为湖北省属重点工科类院校 湖北工业大学近年来每年申请的发明专利达400多项 但成功进行成果转化的却少之又少 学校科研人员参与创办的公司也仅有三家 能拿到技术转让费更是难上加难 张子鹏是湖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小师 早在2006年 他就开始进行智能机器人的研发 先后申请了多项国内外发明专利 他创办的武汉奋进智能机器有限公司 在业界首屈一指 但受制于种种条条框框 张子鹏很长时间 只能偷偷地与他人合伙经营这家公司 不敢公开担任公司主要负责人职务 在湖北工业大学 和张子鹏一样 长期处于创业潜水状态的科研人员还有不少 以前我们创办企业 因为我们是公职的老师 那个时候学校他没有出明文的规定 那个时候就不是很敢做一些事情 只能是偷偷摸摸 研发人员对专利成果缺乏自主权 事业单位人员不能兼职办公司等各种禁令 极大的削减了高校科研人员创新的动力和热情 此外审批归属权等问题也成为制约科研成果转化的瓶颈 在武汉纺织大学 研究纺织材料的王栋教授手上掌握着核心技术 他曾带着科研成果找到合作企业 但因为高校院所的科研成果属国有资产 处事权不在科研团队手中 为此他放弃了和企业的合作 转化了突然哪一天主管部门或怎么样 说你这个是没有经过像上级主管部门的报备案 然后说产生资产流失 那学校和我们都承担经济责任的 那这样的话 大家都没我想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 王栋教授所遇到的问题 简单的说就是科技成果到底属于谁 科技成果属于无形资产 而我国长期以来对无形资产的管理方式 与有形资产的管理是一样的 按照政策 像高校这样的事业单位 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归国家 科研团队要进行成果转化 必须要层层报批 你放在那里不转化 它就过个两三年甚至一两年 就有可能失效了 就实际上是最大的浪费 归属权 处置权等关键瓶颈不打破 科研成果转化始终是至上谈兵 而去年湖北省实施的科技十条措施 在这方面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明确规定科研成果荣誉权归高校 知识产权归研发团队 同时成果转化的处置权 使用权 受益权下放到个人或团队 让研发者享有最大的自主权 在程序上 也由过去的先审批再处置 改为先处置再备案 极大的缩短了成果转化的过程和时间 打通了科技创新 与市场资源配置间的通道 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 给高校院所带来的变化 是立竿见影的 短短半年时间 仅湖北工业大学新增注册成立的科技型企业 就达到十余家 这点的话呢 对我们来说的确实一个很大的鼓舞 很大的鼓舞 对我们已经有了这种科技活动的老师来说的话 不用说了 肯定是有很大的突进作用 至少从精神上来说的话 给了我们一个合法的身份 要想提高老师积极性 必须给他一定的回报 让他在成果转化过程中间 那么他掌握主动权 董校长给记者算了一笔价 假如学校现在有十项科研成果 可以转化为一千万元资产 但老师没有积极性 成果最后没有转化 学校得到的就是零 但按照现在的政策 老师有了创业热情 一千万的成果全部都转化出去 学校即使按规定 只拿3%到8%的收益 也有30万到80万元的进账 目前学校是失去的主动权 但是我们学校得到的是 为社会的服务能力提高了 原来学校有主动权 但是老师不愿意转化 不参与基地性不高 不参与中间去 那成果就高 就高至了 改革释放的活力 大大激发了高校教师的创业热情 仅几个月的时间 湖北省属高校教师 创办的科技型企业数量 已经是前五年的总和 越来越多的地下企业 也开始浮出水面 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去 借学校的这个平台 借学校这个市 借学校的这个科研成果 我们去光明正大的转换 那么以前没有浮出水面之后 只能偷偷摸摸地去找 这个有研究成果的老师 我们在暗地里来转换 湖北省的科技十条政策 鼓励教师创业 那么会不会影响 他们的日常教学呢 对于一些人的担忧 高校部门表示无需担心 因为在高校院所 创业的教师 大部分是科研项目的 学科带头人 他们创满公司 可以将市场最新信息 和教学相融合 不仅给学校带来收益 还可以为有专业特长的 学生创造平台 提供实践锻炼的机会 有助于培养接地气的人才 作为接地气是要跟企业 跟工业联系的很简单的人才 如果我的老师 都不从事科研成果 把自己的科研成果 不转化为企业 他不知道企业要什么 那么他怎么去提高 这个什么学生 今后的这个动手能力 或者培养高手指的人才 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被写入了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大学校园变身成了产业园 高校涌动着创业潮 实现了科研成果 与市场的迅速对接 把知识转化为资本 激发出的是前所未有的 创新激情和火力 最近一种神奇的透视摄影 正在不少地方流行起来 透过四维彩钞 可以隔着准妈妈们的肚皮 看到宝宝的一举一动 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 一些妇产医院推出了 排击产检 零碎血针等概念 帮助尚未出生的胎儿 做进行检查 录制VCD 四维彩钞真的如此神奇吗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今年41岁的王莉莉 两天前洗的柜子 因为是高龄产妇 又是头一胎 她对孩子是否健康十分在意 为了确保忧生忧郁 怀孕期间 她曾慕名到一家民营医院 为胎儿做过一次彩钞 王莉莉坦言之所以选择 去做四维彩钞是因为不少人告诉她 四维彩钞比普通的二维钞声 在排查机型方面更先进 通过四维彩钞 孩子的小手小脚清晰可见 这让第一次做母亲的她 倍感欣喜 近年来四维彩钞在各地十分流行 和普通的二维钞声相比 四维彩钞可以直接动态还原 胎儿在母亲腹中的形象 让为人父母者更早地看到孩子的模样 一些民营医疗机构和影楼 便以此为卖点 打出了宝宝的第一张流影等宣传噱头 受到不少家庭的追捧 零碎宝宝四地血针 甚至还被延伸到电商领域 记者在淘宝网上输入四维彩钞 搜索到两百多件宝贝 不少店主打出的是排击产检 动态血针等宣传词 其中一家店铺 显示成交记录已经近五百个 那么究竟什么是四维彩钞 它与传统的臂钞有何区别 又为何吸引如此多的孕妇呢 近日记者来到济南市区 一家民营妇产医院 医院的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几乎每个来到医院的孕妇 都会做四维彩钞 孕妇做四维彩钞的最佳时间 是怀孕20到28周 记者了解到彩钞是对B钞进行技术处理 形成彩色二维钞生图像 四维彩钞则是在二维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 当然价格同样也是更高一层 这名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四维彩钞可以检查传统的胎儿生理指标 360度立体展示胎儿各个器官的发育情况 对胎儿肢体结构 健康发育情况的检查更为详细 相对于传统彩钞 四维彩钞的分辨率更高 层次感更强 为了让孕妇及亲属 近距离看到宫内宝宝的一举一动 医院还专门设置了观察室 实时直播整个四维彩钞的过程 如果家属需要 医院还可以将这一过程 刻录成DVD 作为宝宝的零碎写真 四维彩钞会不会产生辐射 对宝宝会产生影响吗 面对记者的质疑 这名客服人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这个服射到底有没有 你不认识那有没有 它肯定是 它是安全的 因为每个妇妇现在都这样做 而且我们在院中 做D钞也都做的 但是它不是说 它不是像照那个艾丝光 那肯定是绝对不能照的 这个是可以做的 你必须要做就像检查 你必须要做的 但是看而 我感觉没什么危害 但是说好 那肯定就是 那肯定得不做好 不过在其他一些医院 记者又得到了另一种答案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妇产科医院 四维彩钞主要被用于 妇科疾病的必要检查 但用四维彩钞对孕妇进行照射 是不被鼓励的 但仍然有大量的产妇提出 进行四维彩钞检查的要求 这让医院左右为难 医院超声科提供的数据显示 该院每天至少要安排 30到40位要求进行 四维彩钞检查的孕妇 即便是这样 预约的队伍也排到了 三四个月之后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妇产科医院主任医师 超声科主任鲁虹表示 二维和四维彩钞没有太多的 本质差别 和二维超声相比 四维彩钞在排查机型方面 并没有更多的优势 专家表示 超声在产科的运用方面 对排查胎儿机型 具有较大作用 但如果照射时间过长 或者照射次数过于频繁 会对胎儿的生长发育 及组织器官造成危害 因此在医学上 专业人士一直十分排斥 非医疗用途的超声照射 不是医学目的的四维超声检查 包括甚至是二维 就医生角度来说 确实是不建议 因为超声 尤其是四维超声 它的叙述能量更大 可能对胎儿的影响 并不是说很显而易见的 但是有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可能还是会存在的 所以要非常深受 非常尊重 不提倡 据了解 超声波检查 是利用人体对超声波的反射 进行观察的一种医疗检测手段 主要体现在热能持续照射 除了用于产科和其他科目的排击外 目前还被运用到 低频照射 杀灭肿瘤等医学领域 利用超声的那个空化 是杀肿瘤 低频超声杀肿瘤 也就是利用它这个空化现象 所以它有力和有弊 但胎儿身上它就是一个弊 那么时间久了以后 它就会有一个空化 空化的这个小气泡呢 是对胎儿是有影响 目前已有的研究表明 超声有可能对胚胎胎儿 整体生长发育产生影响 研究人员在小鼠身上试验之后发现 超声可以导致小鼠出现 明显的生长发育迟缓 同时研究还表明 生长旺盛的组织对超声尤其敏感 胎儿生长期过量的超声照射 将使其神经系统较易受损 此外 关于超声对细胞的损伤 对染色体DNA是否会产生影响的研究 还在持续之中 因此国际医学组织明确反对 非医学用途的超声照射 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在一些民营医疗机构 四维采超成为他们盈利的重要来源 在浙江省富宝 进行一次四维采超的费用是65元 而到了民营医院 费用则非速飙升到近千元 一些医疗机构甚至还收费高达1500元 当然事后一些影楼和机构 还会为产妇提供一张四维采超的成像光盘 但卢宏表示 从医学角度 对胎儿进行超声医学检查的条件 检查时间和时长有着明确的限制 一些医疗机构或影楼 为了达到亲子互动 胎儿清晰成像的效果 反复照射胎儿的头部 身体等敏感部位 产生的后果可能会得不偿失 我们是基本上这样 就是说在早孕阶段 我们要求做超声检查 整个超声检查 一般来说不超过五分钟 因为超过这个时间 因为早孕的胎儿只有细胞 相对来说更敏感 那是早孕阶段 那么中期认证和后期认证 我们是基本上是要求在 一重要器官里边 某一个胀器单独照射的时间 是不超过三分钟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三分钟 还没有看清楚 你可以转移一个地方 然后回过头来再来看 那么让它有一个缓期的时间 不要持续照射 持续照射对一些 尤其是一些敏感脏器 像眼睛 头颅 像是生殖器或者脊柱 这确实是有影响 很多的准妈妈都想通过 思维彩超了解宝宝的生长情况 为宝宝留下第一张照片 这是血脉亲情的一种表露 但是准妈妈们 也应当了解思维彩超的弊端 避免对宝宝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另外在商业和医疗的领域 应该如何规范思维彩超的应用 也需要我们医疗 卫生 工商 和消费者权益等领域 做出更加细致 更加走心的规范和制度 许多曾经数百人的学校 如今只剩下了几十人 有的甚至因为没有生源而整个荒废 如今随着城镇化的加速 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的孩子开始进城读书 不少城里的学校因为大量的招收了流动儿童 人满为患 而一些农村的学校却因为生源的流失而逐渐变成了空壳 这不仅给进城读书的学生家庭带来了经济困难 更造成了城市教育资源的紧张 加剧了择校矛盾 那么如何打破眼下城乡教育资源 配置不合理的现状呢 这里是山西省林县白家平小学 这座二层楼是村里最现代的房子 但现在这里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了 客桌椅都堆在院子里 教室内晾晒着玉米等粮食 整个学校成了留守老人白纪年的家 白纪年告诉记者 这座小学原本只是沙澳上的一眼窑洞 后来政府几次投入 学校从窑洞变成了二层小楼 可是随着村里的学龄儿童越来越少 从2009年起 这座学校就没有学生了 无独有偶 在山西省庆水县冯村教学点 现在只有一名老师和三名二年级的学生 等到了今年9月份 这三名学生就要到乡里上三年级 老师也会调到乡里的学校 那时这个教学点也就不存在了 张新荣老师说随着学生不断外流 老师们也越干越没有积极性 教学质量提不上去 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老师们愿意来这儿吗 来这些山区山村 也要不到我愿意 但是我这顺便想化了 不到我愿意 为啥呢 我这个关系上 你怎么救了 你贴贴你 没法救 没法做 没法做这个国家 记者调查发现 类似这种自然萎缩的小学 在山西还有很多 右育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据了解 这个县的三百多个行政村里 已经完全没有小学和教学点了 在11个乡籍行政单位当中 本来有9所中心小学 但由于生源流失 目前只剩下了5所 且人数最多的也只有400人 最少的只有十几个学生 我中美美以后 我大国以后 这就是为了给别人做 别是皮尔科的生化 他就是没处 所以说是就是子女 也就随着他就走了 今年38岁的许三虎 是董伴川中心校的校长 他告诉记者 不止村镇一级的学校 就连县里的生源也在流失 小学六年级和初三的学生 出走现象最严重 大多去了周边地市 他说目前学生流动 有一种总体趋势 就是村镇的学生去县里 县里学生去市里 留在村镇学校的学生 要么是残疾单亲 要么就是家里经济条件 太差走不出去 据了解 在2010年 山西农村中小学校 在校生212.9万人 占全省中小学生数的46% 比2006年减少了90.6万人 城镇学生数量 首次超过农村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村学校的学生 逐渐减少呢 记者总访发现 除了计划生育造成新生儿减少外 城镇化的迅速推进 是生源流失的最大原因 山西省硕州市幼育三中校长赵承杰表示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农民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值也发生了变化 也希望孩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 尽管近年来 农村教育投入不断增加 软硬件得到了很大提升 但农村学校在教师整体素质 教育理念 教学质量等方面 都和城市学校有着较大的差距 这也成为农民送子女 到城市学校就读的直接原因之一 记者调查发现不止山西 在全国很多农村学校都面临生源不足 年纪断层 教师流失等困境 大面积的人去楼空校垮在一些地方 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3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26.63万所 比上年减少1.55万所 其中小学减少1.51万所 初中减少412所 同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当中 农村留守儿童共2126.75万人 比上一年减少了144.32万人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13年发布的 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由于农村学生大量向城镇和县城集中 导致出现城满相弱村空的局面 其直接后果是在城区出现超大班额和巨额学校 而农村学校则逐渐消失 农村学校的不断消失 引起了众多教育专家的担忧 他们认为如果在城镇化过程中 农村现乡没有了学校 那城镇化就是低质量的 乡村文明被罚解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将成为文化沙漠 因此农村教育绝对不能丢弃 能够保留的村小教学点要继续保留 留在农村的那些孩子 都是最底层最无助最弱势的群体 如果因为学生人数少就随意撤并村小教学点 那他们就可能会失学 就是南州的官家的现实是 够这个义务去教育 这个是和后的大产 只有这个城市呢 区而挂的这个教育局势 能保持一排气 有个区域的阶级和区域的这个教育 也能温定下来 不能提而知而知 在这个首颜沙头无须流通 这个全是有个是 从国家 从这个社会 从协议有个给予这个关注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 国家要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 并不等于舍弃对农村的投入 尤其在教育方面 应该将更多的优质资源 向中小城市小城镇倾斜 加快实现城乡教育均衡 尽量满足绝大多数农民 在本地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 将学生稳定在现象 不能只是简单地从 规模效益方面考虑问题 应该能更多地 从以人为本 辨明立命的这个角度出发 首先要以人为本 辨明立命 培养后代 这是教育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农村教育是立国之大本 无论从保障学龄儿童 就近入学的角度 还是从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角度 农村学校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一定要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 加强各个乡镇的中心学校和村小学的建设 平衡城墙教育资源 让农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这既是为中国教育强根 也是为教育公平托地 好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再会